欢迎来到美厅,千万不要轻易拔掉身上的刺。 生活中,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。 好友借钱,来者不拒,宁可吃亏也要帮忙。 出去旅游,无论何时,都在照顾他人的感受。 公司竞争,委屈求全,把本属于自己的机会拱手让人。 久而久之,你的善良变成了习惯,好心也被当成理所当然。 而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,更要有能够抵挡外界侵犯的底气。 没有次的善良,只能任人索取。 竖起次的善良,才能抵御人生的风寒。 人生在世,可以心存善念,但不要轻易拔掉自己的次。 一,无底线的善,比恶更可怕。 作家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一书中写道, 善行一旦变质,便会奇臭无比。 与人相处也是如此,善良若没了底线,只会助长人性的贪欲。 综艺节目《奇葩说》里,陈明老师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。 他的父亲农村出生,早年间通过个人努力,在城市里安家落户,还当上了警察。 后来,当他父亲有了一官半职,老家的亲戚便经常过来找他帮忙,求助的理由可谓是五花八门。 有工作调动需要转户口的,也有借钱在老家盖房的,甚至还有直接要求介绍城里对象的。 他的父亲为人热心,对亲戚的需求总是来者不拒,有求必应。 久而久之,找父亲帮忙的亲戚越来越多,要求也从家长里短上升到邻里纠纷。 很多时候,父亲自己也被这些事情扰得筋疲力尽。 更过分的是,有些亲戚不达目的不罢休,大过年还要住在他家,不帮忙就不走。 父亲逐渐失去了耐心,整个人都心力焦瘁,彻底崩溃了。 直到有一次,父亲借着酒劲,对着亲戚狠狠发了痛脾气,这些人才灰溜溜地离开。 自那以后,亲戚们拾去地闭上了嘴,家里终于过上了清静的日子。 一场好心换不回将心比心,一时的心软只会让自己陷入泥潭。 美国心理学家莱斯·巴巴内尔说过, 善良的人害怕敌意,用不拒绝来获得他人的认可。 殊不知,无底线的善,只会灌出得寸进尺的人。 他们就像黑洞,慢慢消耗你的善意和热情, 哪怕只剩下一点好处,他们都要吞噬一空。 帮人百次不计恩,一次不帮就计恨, 人心既然永远无法满足, 那就给他设置一个边界,让善良长出棱角。 真正的智者,善良有耻,遇到无度索取,学会拒绝。 面对无理要求,勇敢说不。 如此,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, 获得洒脱快意人生。 二,你可以忍让,但不必步步退让。 电视剧《加油!妈妈》中, 张雨起饰演的周楠楠是一名单亲妈妈。 她在银行上班, 平日里和同事小陈关系处得不错, 有时也会请小陈帮忙顶班。 有一次,银行要竞选客户经理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条件, 她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参加竞选。 没料到, 这一决定让案子准备竞选的同事小陈心生不满。 她不仅造谣周楠楠和吴主管有暧昧关系, 还偷偷打听周楠楠负责的客户信息。 不择手段地抢夺客户资源, 屡次向周楠楠使绊子。 一开始, 周楠楠还对小陈有恻隐之心, 对她做的事情没有细究, 只是口头警告了一番。 然而, 小陈什么都听不进去, 一心只想走捷径, 不仅没收敛, 反而变本加厉。 最后, 忍无可忍地她不再退让, 不但社局揭穿了小陈的真面目, 狠狠地点了她一击, 还让她从银行离职走人。 假如当时周楠楠忍气吞声, 任由小陈胡作非为, 恐怕最后被逼迫走人的应该是她了。 生活中, 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, 一时的心软被当成软弱, 一时的忍让, 换来的却是肆无忌惮的试探。 但是, 当你亮出底牌和实力, 用行动和结果证明自己时, 反而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欣赏。 有句话说得好, 人善被人欺, 马善被人欺。 善良从来都没错, 只是需要给对的人。 面对深陷淋雨的人, 善良就是雪中送炭。 碰到别有用意的人, 善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温柔以待, 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步步退让。 生而为人, 请你既有善良, 也有锋芒, 能迎风而上, 亦可逆风而行。 三, 人生苦短, 保护好自己的刺。 听过一句话, 不做渣忍的荆棘, 只做带刺的玫瑰。 玫瑰在美, 没有了刺只会被人任意摘取, 人亦是如此。 没有了刺的庇护, 善良只会成为软弱。 作家李小逸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。 十一年前他还在报社工作, 打拼多年, 不仅积累了很多优质客户, 还被任命为广告部主任。 职位越高, 责任也越大, 工作上他一刻都不敢松懈。 直到生孩子躺在产床上时, 他还在给客户发信息, 和客户确认后续三个月的广告执行和盗款。 本以为安排好一切, 他可以放心休产假了。 谁曾想, 生完孩子不到月, 合作多年的客户给他发来消息, 说他的业务要被同事撬走了。 而且同事还说他生孩子耽误事。 他一听, 气不打一出来, 产假都没结束, 就返回报社工作。 上班第一天, 他便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写成报告, 附上证明后找领导当面解决。 有人劝他息事宁人, 不然丢了面子, 但他语气坚决地回击道, 面子是给有脸的人, 不要脸的人不配有面子。 从此, 他落下了一个不好惹的名声, 但是工作上再也没人敢趁虚而入。 成年人的世界, 当你露出软弱, 就会受人欺负, 而当你强大时, 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步。 善良从不代表软弱, 你的刺是一种处事态度, 更是一种人生智慧。 与其碍于面子, 处处为他人着想, 不如丢下老好人的包袱, 做个不好说话的人。 唯有长出尖刺, 拥有坚硬的外壳, 方能直面人士的风风雨雨, 才能让你的善良变得弥足珍贵。 有刺的善良是一种能力, 既是阻挡外界伤害的盾牌, 也能当作反击恶意的利剑。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, 就是对自己的善良负责。 无论何时, 别让你的善良失去了底色, 学会抬高行善的门槛, 坚守自己的底线, 活出自己的棱角。 余生不长, 愿你永保初心, 爱人爱己, 潇洒行走人间。 订阅美听,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